我是范正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那今天的市場表現狀況怎麼樣呢? 那今天的加減指數是下跌了84.34點 跌幅0.49% 主要受到了美國對於中國 AI伺服器的禁令似乎有要擴大的跡象 今天AI伺服器 AI相關的甘甜股雖然是熄火 而且今天整體來說 並沒有看到明確的強勢族群 上櫃市場表現依舊是比上市強勁 而且上櫃今天漲幅算只有0.08% 但是盤中是有續創不斷新高的 那電子大概就是今天的跌幅重心 跌幅0.58% 金融早盤一度有進入撐盤的一個狀態 但是尾盤稍微有一點轉弱 跌幅0.01% 那強勢族群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 今天基本上沒有太明確的強勢族群 而是大部分都是族群內的單兵點火 像是生技醫療的6472的寶瑞 還有4123的成德 那遊戲相關就是之前的強勢股 6169的玉泉 還有6111的大宇茲 那光學類股呢 只有3362的先進光 還有4976的加力 加力是比較偏側用 但是其他像大力光、玉均光 這一類的一線的光學股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表現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今天幾個重點主題 美國AI禁令升級 那台股是不是只高興兩天呢 等一下好 我從技術面來帶大家看一下 那第二點 台灣的PMI跟NMI 就是製造業指數跟非製造業指數 昨天開講了 裡面藏了什麼秘密呢 那從數據裡面 似乎有好轉的現象 哪裡好轉呢 然後接下來六個月 有哪幾個產業 又有機會有比較突出的表現 等一下會一起帶大家來看 那第三就是 美國限制大陸使用美商的AI服務 AI Server 這部分 到底對台灣供應鏈 或是全球AI的這個 AI的趨勢 會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那第一樣 正式開始前 幫海豚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好第一個 美國AI禁令升級 台股是不是真的只高興了兩天 那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我們要先看多工頭加速比例 今天呢 雖然說整體來說好像跌的加速蠻多的 但其實上市的部分是跌大於漲 但是上跪是漲大於跌 所以中小型股相對來說比較強勢 還是符合這個短線多樓加速 昨天出現黃金交叉的這個論點 那今天呢多樓加速也持續的上升 來到39.15% 空樓加速呢 只是持續的下降來到27.97% 那接下來關注的重點就是 當然就是中小型類股的這個正向輪動呢 到底能不能延續下去了 下次當然就比較是害怕後繼無力 但是今天的指數表現呢 其實還算可以 等一下技術面帶大家看 那長線的部分呢 多空頭加速比例一樣 是同步走陽的一個狀態 所以還是有所謂的強很強 弱很弱的一個狀態 那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加減指數今天收盤位置是在17056 那好像昨天有提到對不對 昨天的帶量轉強 所以昨天的低點17042 雖然不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關鍵的關鍵K 但是至少它是一個帶量佔回全均線的一個K線 所以昨天的低點17042有沒有收破呢 可能會關係到接下來的這個行情的表現 那今天雖然說在用5分K看啦 其實最後盤拉了尾盤 所以避免這樣從日線來看 去跌破這個17042 所以算是有守住啦 因為本來還是認為如果真的收破的話 因為最後盤開出來之前是收破的嘛 如果真的收破的話 指數可能又要回到所謂的震盪區間去做整理 等於這一次的轉強 有點提前做失敗告終啦 那當然我說接下來 因為他等於有提到說 接下來台股的任務就是在下禮拜一之前 持續的去守住這個17042 為什麼要守住 因為十日線目前還是下壓的一個狀態 那在十日線下壓的狀態下 就不是一個多頭是準備發動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呢 十日線目前扣頂已經來到這邊了 所以只要明天是禮拜四 禮拜五 下禮拜一 就有機會開始扣低 所以下禮拜一下禮拜二 其實十日線就有機會走平轉撐 那指數自然就更容易進入所謂的發動期 那這也是海豚在期待 而且在等待的 那當然就在這之前 就是要守住是這個17042 要去守住17042 這當然可能也要看看今天晚上美國怎麼反應啦 因為其實海豚在跟朋友在抬槓的過程中也在擔心 因為畢竟昨天美股修飾 那今天晚上美股的AI概念股 勢必也會去反映一下 這個AI禁令的可能性 那勢必轉線可能會一些反應利空的狀態 那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子而出現這個型態 轉強破壞的狀況呢 可能要明天才能知道 那當然短線以佈局來講的話 多龍家屬既然目前是給予我們正向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我們就還是先正向看待吧 反正一樣進出有去無為無去 持股呢防守點把它收好就好了 而且AI如果轉做 搞不好資金有機會留到其他有機會的族群嘛 那這些族群海神都講過了 那現在就不多講 那櫃買指數的部分呢 堅持是有創新高 所以還是維持強勢的表現 而且均信也都是持續走在一個多方的角度 所以看起來短線 除非還是這一天 星期一這天低點224.05沒有破呢 字眼上會買還是偏強勢去做一個觀察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這個PMI數據 那台灣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呢 6月份開獎 出來數據48.3好不好 不好啊 可是問題是 它比5月份的41.3 41.3已經進步很多了 進步了整整7分 所以呢雖然說是不好的一個狀態 但是至少是有點這樣 有點由谷底翻起的一個可能性 是出現的喔 那再來就是觀察6個月的展望 雖然未來6個月可能只有44.9分 但是5月份是更慘的 只有38.2分 所以對於未來6個月的展望呢 其實各個製造業的見面上 看法也是慢慢轉為正向 那只是在於這個差別啦 目前未來6個月的展望看起來 A這個基礎原物料 這個看起來還是第40分 是超級弱勢 那交通工具也還是弱 那跟電子 跟台灣製造業比較有關的 這個電力計機器設備 43.8分跟電子計光學還有48.4分 這表現是相對好 不過電子計光學設備呢 來上一個月份的未來6個月 早上是50分左右 那反而這次轉好呢 其實主要是在生計和醫療 上次是47來48分 這次是回到50分的一個水準 那生計到底要不要漲 7月有生計月呢 這個快動一下好不好 好那再來就是說 雖然說數據不好 那海神之前常跟大家講下去看什麼 新訂單-客戶庫存的數據 新訂單數據來到52.7分 所以這個是新訂單的狀況是有變好了嗎 那生產數量也回到 生產數量50.9也來到擴張 可是存貨呢 基本上是只有46.7 雖然比上一次的45.3微幅上升 但是新訂單增加的數據是更為漂亮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 美中台的新訂單-客戶庫存 客戶庫存 在打錯字 困存 其實呢 其實都已經回到零軸之上 我少加一條零軸的線 讓大家比較好看 紅色這一條就是台灣 所以 可以看到台灣是繼2月份之後呢 第二次的 新訂單-客戶庫存的數據翻證 那這次的翻證會不會像上次一樣 下個月掉回去 說真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是數據有轉好 那既然數據有轉好 我們合理可以期待一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先繼續期待吧 看看下個月數據出來怎麼樣 那當然還是要講 總金數據來講還是 頻頻出現各種危難跟困境 但是呢 既然整個指數的技術面 或者是資金的狀況 極短線熱錢的狀況 可能都 也不能說偏正向 因為最近台幣貶值嘛 至少資金是觸擁在股市裡面 所以這部分我們還是 就先審慎樂觀的看待吧 我也只能這樣子講 因為說真的 大家也知道 海豚基本上對於總金的部分 看的都是看的很空的 當然只是說在操作面上 海豚是不會去 不太容易會有過度主觀的一個看法 還是會因應這個磐式的狀態去做調整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那種死命的空 死空頭或是死命的多死多頭的一個狀態 基本上還是會因應整個磐式的氣氛去做調整 所以這部分也告訴大家 就是清淨單減客戶庫存的部分 還是有出現好轉的跡象 但是有沒有延續性 可能會是接下來的觀察重點 再來就是台灣的非製造業數據 就是服務業內需相關的 上一次其實亞特已經有提到 就是住宿餐飲的數據其實表現非常強勁 這一次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先看整體數據 上個月的LNA數據是52 這次來到54.6 持續的擴張 而且是有點加快 這邊寫加快 再來6個月的展望 上個月其實海豚蠻擔心 因為只有41.8 但是這個月回到了50.1 所以也回到正向 跟剛剛的製造業比 其實內需是強多了 所以海豚才會在今天早上盤前的分析寫到說 如果你真的電子股或製造業你真的買不下去 因為說真的 海豚在跟一些朋友在討論這個 這個產業問題都會說 如果你光看今年下半年的這些預估的裁測數據 你根本什麼股票你都買不了 真的你根本什麼股票都買不了 那就是海豚之前說 因為建商已經沒人在管下半年會怎樣 建商都是在看明年 到底誰有機會付出誰有機會有大爆發的機會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還要看這些數據呢 就是為了說我們要先知道這些數據是好於預期 好於預期還是列於預期 因為大家有印象 年初反彈一波之後 就是2月份的數據3月份公佈 公佈之後是不是3、4月其實走的還算不錯 雖然是盤整 但是中小型內股是比較百花其放的 但是為什麼到了5月份這個數據開始就差了 就是說股市又開始去修正 甚至有要再次大翻空的風險 就是因為後來的數據再次又轉弱 製造業相關數據又轉弱 那現在就是一樣狀況 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去追蹤這些數據的變化 如果說雖然說期望明年會好 下半年已經很不好 但如果說預估了下半年本來不好變得更不好的話 那其實自然就會推演到什麼 擔心明年的好可能沒那麼好 有點繞口令 不過大概懂我的意思 所以大部分大家就要去注意到說 這些數據我們還是要去關心 還是要去關心 所以這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說住宿餐飲 還是接下來最強勁的 再來比較意外就是 在這個月份 就是應該說6月份的數據裡面 金融保險其實來到64.7分 這個也帶動了整個NMI 這個數據的往上漲 那當然說這個也可能跟那個所謂的防疫保單 這個慢慢都任列的差不多了 都快差不多到尾聲了 所以金融保險相關的數據呢 出現彈升也來去做帶動 那對於接下來6個月 基本上金融也佔了第二名 56.3分 跟零售一樣都來到56.3分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還是可以期待一下相關內需的一個表現 不過銀件相關還是最低分 32.8分 32.8分 好那一樣 看到這邊呢 如果你喜歡海頓的節目 記得加入海頓的Light生活圈 還有如果你想參加海頓的學員 記得掃右邊的QR Code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講這個 船 還是要講有船這個字就是 擬定還沒有確定的事情 美國將要限制大陸使用美商的AI Server 或是AI服務 那華爾街日報這邊是說 消息人士 消息人士透露 就是傳聞 美國正準備限制中國企業使用雲端計算服務 包含亞馬遜和微軟等公司的雲端服務 這些都不准你用 那要求美國雲端供應商 在提供中國使用此類平台以訓練人工智慧之前 必須要獲得政府許可 且美國商務部預計在數週內宣布該規定 都是預計、傳、消息人士 所以這個沒有確定 那根據IDC的數據 美國前五大公有營業者 就阿里巴巴、華為、中國電信、騰訊還有AWS 到了這邊大家就覺得說 好像對於AI相關產業似乎是一個很大的利空 但是其實如果你去多看些數據的話 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AI Server、AI服務這一類的部分 主要的需求90%以上都來自於美國 北美啦應該說來自於北美 所以其實中國整個相關 對於這個AI相關的影響呢 其實佔比其實並沒有很大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假議題呢 就算即便通過真的進了 打死白米國王實力打 但是對於北美AI伺服器的業務來說 似乎影響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大 大家知道嘛 之前本來就已經進了這個 進了A800嘛 讓他們只能用A100去用 不不 他們只能用比較低階的去用 那現在再去進一步進其實 似乎也是 也不會再引起更大的 等於說你都已經進得差不多了 然後現在再更進一步 就是讓你全部都不能用的話 其實實際影響其實也不會太大 那台系其實首當其衝就是3661的4星KY 還有3413的創意 不過4星基本上在AI、HPC相關比重是20%到30% 還有40%以上 那今年的成長動作呢 其實主要是來自於這個AWS晶片 其實也不是AI 海豚之前說過 AI相關的營收貢獻 在今年基本上都是微乎其為 那3413的創意呢 主要也是AI晶片的設計封裝 它是由美系的CSP的廠商訂單 但現階段其實也都不是AI相關的 所以既然這個影響大部分也都是 一方面微乎其為 一方面影響的不是現在也是未來 所以對他們短線的所謂營收衝擊 其實是並沒有的 最快營收衝擊也要看到明年 明年即便衝擊 自己相關影響輔助又不大 所以你說這個是真利空嗎 還是好公司遇到壞消息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今天這個4星KY的表現 不過講還好 一講嚇一跳 早上打到跌頂之後 馬上就有買班進來了 馬上就有買班進來了 3443的創意也是一樣 兩個看起來對於利空的反應都有 但是早盤很快就反應結束 反而是有人趁著早盤利空進去怎樣 進去減便宜 當然說不叫大家去跟著買 只是說還是一樣 沒有不能買的地方 只有不會停順的人 這句話大家還是要記在心裡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 接下來明天台灣時間凌晨 F1C6月的利率決策會議紀要 再來就是明天晚上10點有JOTOS的職位空缺數 還有像台灣的NNI一樣的美國的非製造業指數 再來就是星期五的6月的10月率 好今天的節目大概就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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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